抬前來 任何個淚我們為你擦乾 失落的願意能給我實現 今天就是幸福 花一個拳來跳舞 大手啊小手緊握 有一天是翅膀守護 今天就是幸福 心中用愛去祝福 夢境中懸崖煙火 照應著迷惑 接下来是飛行走 天的雪心恨火 還有人家一家 那天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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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人來的 stuck 心中憐感覺 炫他的生命 calculations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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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ONO 爱身上勇敢 走吧 看你微笑如常 有了个泪 我们为你擦干 去了这月 你们陪我实现 今天就是幸福 话语歌卷来教育 大手啊小手紧握 永远也是翅膀守护 今天就是幸福 心中要开始祝福 梦境正绚烂又多 照应着你 永远也是翅膀守护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们是小区儿童派 我是十四会所蔡嘉芬姊妹 同时也是台北荣总的 这个精神课主任 那今天跟了所有的儿童 一起来这边 为菲比姐姐来做一个见证 那刚刚我们表演的是 菲比亲自创作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 今天就是幸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 来选唱一个如此欢乐的诗歌 不过我想菲比在歌词里面 也给我们一些看见 她说 这个掉了个泪 我们为你擦干 她说她许了个愿 我们要陪她一起实现 主啊 这样一个 最似的一个剧念 一个剧集 她却说 今天就是幸福 这是在病中 所创受的一首诗歌 菲比她在生病的时候 如同柯弟兄一家 去年大约是这个时候 我的父亲癌症离食 我想那时候柯弟兄一家 也是在这个菲比的 最后面几次的一个 手术的过程中 但柯弟兄依然 来到我们这个弟兄姊妹 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场合里面 为我们来主持 这个追思曲会 所以我想她是把我们 他们这一家 即使经历病痛苦难 都是把这个生的子女 弟兄姊妹的需要 摆在第一位 非常的深受感动 一样的 菲比她生病了 然后但是 她一样来到我们的 是私会所 然后一样在她 没有住院的时候 来看望儿童 所以去年冬天 我们很幸运的 儿童呢 可以迎来她 来我们儿童拍 我们后面 所播放的一幻灯片 是来她 她来到儿童拍 为儿童来亲自做个见证 那时候她分享 她对生病的一个感受 她引用了约翰福音 九章三节 她说 她感觉到这是 主乃是要在她身上 显明神的作为 我相信她的一生 她生病以后的经历 再再来都是在 见证这句圣经 她自己在儿童拍 见证的时候 她最后引用了一段经节 那段经节是 希伯来书 十一章一节 她说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指使 是未见之士的确证 她为那么幼小的儿童 带来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苦难中 我们向主耶稣来祷告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 祷告这祷告这 其实心中有所求 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出现 我们对她有时候就产生怀疑 那我想她在生病 这么长的过程里面 实时也是向主耶稣祷告 那不管这个情况 在人事的情况是如何 她从未失去对主的信心 所以她说 这个是 这就是信 那在这里想到你弟兄一段话 我想我们今天前面的见证 有非常多的一个历史 一个故事的一个成名 那这句话是说 她说苦难不能成全人 是要在苦难中 看见主的作为 只有主的作为能成全人 菲比的见证非常激励孩童 这孩童只经过两次 上周跟这周 这个紧急的练习 印着这个呼召来到这里 看到这么大的场面 而且还有录影 所以他们有点紧张 不过他们抱着这样一个 为主见证 为菲比姐姐献上祝福的心 来到这里 然后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菲比的见证 她激励了孩童 她说主对我们 每个人都有她不同的计划 跟制作 她希望我们能学会 借由性跟爱 来胜过疾病跟苦痛的一个试炼 最后我用一个经节 同时来安慰科弟兄一家人 跟所有的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好朋友们来做见证 菲比她曾经失去一只手 如今她失去在属地的这个生命 但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 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有本地的生学青年 谢谢大家